欢迎关注华尔街焦点 这是华尔街电视频道的新分支 在华尔街焦点中我们关注各种热门话题 包括社会新闻娱乐爆料 爆红人物等等 如果喜欢还请点赞和关注我们的视频和频道 谢谢大家的支持 最新消息 法国驻华领馆就彭帅事件在新浪微博上发声 而彭帅和国际组织国际奥委会通话了 但似乎这并没有让质疑和批评停止 国际特赦组织告诫国际奥委会 不要在彭帅问题上参与洗白 彭帅选择和国际奥委会视频通话 而不是WTA 这是不是北京到目前针对彭帅事件最高光的公关动作 而奥委会的主席巴赫会成为第二个谭书记吗 北京要保证的最重要目标 冬奥会和政权稳定 以此为基础的话 如何保证彭帅的自由和安全 而作为国际回应 如何扩大彭帅事件的影响力 让更多人知道 尤其是让中国人知道 这或许是一个最好的办法 而法国人就这么做了 这一期话 二届小点继续来关注彭帅 其实彭帅事件能发展到现在这个程度 用一句话就可以概括 证明彭帅自由安全的方法有很多种 北京就是不选择那最有说服力的方法 证明彭帅的自由和安全 需要指出的是 无论是含有光标的电子邮件截图 还是和维尼熊合影 还是吃饭的包间视频 还是出席钻石碑青少年网球挑战赛总决赛 这些文字照片视频说服力是相同的 他们都是单一来源发布 无法从中立的第三方得到验证 现在国际奥委会的视频通话 提供了新的发布来源 但多少人会选择去相信 就见仁见智了 现在彭帅在报平安视频照片中的笑容 或许越灿烂 引来的质疑分量就会越重 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IOC 在当地时间的11月21日表示 其主席巴赫与中国女网名将 彭帅进行了30分钟的视频通话 国际奥委会主席称 彭帅感谢奥委会关心他的健康 并指他现在平安无事 待在北京的家中 盼望外界尊重他的隐私 这条视频发布在国际奥委会的 官方推特运动员365上 不过这个视频下方的留言中 有一些人指责国际奥委会无耻 令人讨厌 根据路透社的报道 国际特赦组织中国研究员阿卡德称 国际奥委会在彭帅问题上 正在进入危险水域 他们应该极度谨慎不要卷入 为可能的人权侵害 进行任何的洗白 为何这么说 因为对于彭帅事件 公开的报道显示 国际奥委会过去几周 一直没有发生 而现在突然就与彭帅视频连线 难免让人感到突兀 而根据路透社的报道 与奥委会连线视频 完全没有办法让WTA感到满意 国际女子网球协会发言人 重申了西蒙一个多星期以来 所表达的立场 即这些视频和照片 没有减少或回应 他们对彭帅安危 即是否能在 没有被审查或胁迫下 与外界沟通的透明忧虑 WTA继续呼吁 在没有审查的情况下 对彭帅被性侵的事件 进行全面公正和透明的调查 WTA发言人说 很高兴在最近的视频中 看到彭帅 但他们没有减轻或解决 WTA对于他的健康 和不受审查或胁迫的 沟通能力的担忧 目前包括世界女子职业 网球协会WTA 国际网球总会 ITF联合国 以及英国的前球王穆雷 西班牙买牛纳达尔 以及瑞士特快车 费德勒 小威廉姆斯 大阪之美 传奇的女金刚 拉拉提诺娃 金恩夫人等 历代球王球后 都发生关切 彭帅的安全 如果要拿来比喻的话 可以说是彭帅事件 光是在网球界 就集结了一批 相当于漫威的超级英雄中 复仇者联盟等级的阵容 要算上网球圈外 那聚集的影响力 可以说是漫威 DC 黑马几大 漫画阵营的 超级英雄合作了 还有报道称 推动运动员权益的 全球运动员组织 发表声明称 批评国际奥委会 在上周日的视频声明时 奥委会成为了 中共当局恶意宣传 及蔑视 基本人权和正义的帮凶 该组织还指责 IOC 也就是国际奥委会 完全无视 针对女运动员的性暴力 及性情指控 美联社还表示 当局让彭帅晋升的努力 反映了中共消除 一切对其领导人批评的决定 而由于运动员的名气大 受社会尊重 并以往用来为中共宣传其成就 因此这些运动员的声音 在政治上就特别敏感 英国卫报在周一报道说 在国际社会外交体制 北京冬奥会迫在眉睫之际 国际奥委会被批评 利用彭帅安危的事件 参与了中共的一场 公关特技表演 卫报还表示 加拿大前奥运选手和人权律师 尼基德莱顿说 国际奥委会一直以政治中立为由 避免介入国际社会 对中国在新疆和香港等地的人权迫害 但是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 以及中国的国际奥委会委员 与彭帅的视频通话 看起来却非常政治化 他强调应当由一直关注彭帅的 网球界官员来出面通话 而不是由国际奥委会来参与一场 公关特技表演 他表示国际奥委会的声明 没有让他感到彭帅是安全的 而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报道说 尽管国际奥委会与彭帅视频 可能消除了外界对彭帅安危的最坏担心 但却未能减少外界对他更为广泛自由的忧虑 以及要求对性侵指控 进行全面调查的不断高涨的呼声 此前根据中央社的报道 法国外交部长勒德里安警告中国政府让彭帅发声 否则将采取外交行动 而最新的动作则是 法国的驻华大使馆的官方新浪微博 在北京时间的11月22日 就彭帅的下落和近况发布提问 而由于外交豁免 理论上这则微博不会被删 不会出现像彭帅11月2日 1700字微博只存活了20多分钟的情况 而无国界的记者组织主席则指出 中国在冬奥前犯了严重错误 触境尴尬 北京或许还会公开更多彭帅的近况 但能拓宽更多消息来源吗 这个值得关注 国际奥委会是否会是这次北京的危机公关的 仅有高光时刻 根据纽约时报对于彭帅的专辑性报道 35岁的彭帅是中国最受认可的运动员之一 他是温布尔登网球公开赛和法网公开赛的双打冠军 国家媒体曾将他誉为中国的网球公主 如果有人能够突破中国对于 MeToo女性平权运动指控的冰冷抗议 那似乎他是这样的人 但恰恰相反 彭帅已成为了中国对政治社会和体育的铁腕控制的又一个例子 也是敢于挑战北京的女性 即使是那些曾经赢得国家性赞誉的女性的斗争的客观教训 彭帅的指控是 第一个渗透到中共最高权力机构政治局常委的指控 这是一种勇气 也许也是绝望 导致了激进的回应 使他在中国境内窒息 在过去一周 中国的国家宣传机构发布了一系列的照片和视频 声称彭帅安然无恙 但这一连串的报道中 唯一缺少的是彭帅自己的声音 三周前彭帅曾描述 即便如同飞蛾扑火也要说出真相 而现在这样的国家宣传机构发布的内容 只能证明彭帅还活着 纽约时报披露了更多彭帅的个人经历 彭帅出生在湖南湘坦市 父亲是一名警察 八岁时彭帅在叔叔的介绍下接触网球 在十二岁时 他因先天性的心脏缺陷接受了手术 这让人怀疑他能否继续打网球 但在数后 彭帅被送到了天津进行网球培训 从2008年开始 他参加过三届奥运会 在2005年的时候 当他决定单飞时 一位体育官员批评 彭帅太自私 抛弃了祖国 而前球员兼评论员的帕特里克 麦肯罗在接受采访时说 彭帅非常迷人 总是微笑 同时也是一位出色的竞争对手 纽约时报的评论称 彭帅事件已变得有爆炸性 彭帅事件正式检验中国是否符合举办冬季奥运会的指标 著名的中国媒体人胡锡进 在11月20日也在英文推号上发推 并上传了两段所谓彭帅和他的教练 及有人在一家餐厅吃晚饭的视频 称内容清楚显示那是北京时间周六拍摄 不过让人感到视频制作用苦良心的事 拍摄者特意用特写镜头拍摄餐馆上的 今日已消毒的日期 但只显示了11月哪一天的日子 却被模糊处理 这几段视频并没有减少外界对于彭帅的人身自由和安全的担忧 一些网友调侃说 党还为了个人报平安 真的细心体贴 温暖人心 根据美联社的报道 国际女子网球协会WTA的主席兼首席执行官史蒂夫·西蒙表示 这一则视频并不足以证明彭帅的人身自由 他说能看到的是彭帅是积极的 但是他能否自由 能否在没有血迫或外力干预下 自己做出决定和采取行动 仍是未知数 仅仅是这个视频还不够 我们与中国的关系仍处在十字路口 西蒙在当地时间的11月19日 以写信给中国驻美大使秦刚 要求秦刚与中共高层讨论这个紧急问题 希望能尽速解决 他还要求允许彭帅离开中国 或在没有其他人在场的情况下 通过现场视频语音直接与西蒙通话 彭帅与台湾选手谢舒威合作 曾是女网双打世界排名第一的选手 赢得过两项大马冠冠军 2013年的温布尔顿公开赛和2014年的法网公开赛 他在2011年取得职业生涯最高的单打排名14位 在2014年进入美国公开赛的单打半决赛 而被彭帅指控性侵的现年75岁的张高丽 在2012年至2017年是中共最高权力的政治局常委之一 在2013至2018年任副总理 彭帅事件是中国首次有公开针对一位高级领导人提出性侵指控 当局没有透露任何是否对彭帅的指控进行调查的迹象 以上就是今天华尔街焦点的所有内容 这是华尔街电视频道的新分支 在华尔街焦点中我们关注各种热门话题 包括社会新闻娱乐爆料爆红人物等等 如果喜欢还请点赞和关注我们的视频和频道 谢谢大家的支持